郭先生的剛癌的診斷治療合 awakened 郭先生薪沒裙分 Child himself 倒楊σ 是的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來一起聽 昨天的上閉的健康展覽 首先是我們大會 我們這些很好的醫科學生 將來我們的醫生去挑發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參與 將醫學知識普及化 所以令到更多大眾人士 可以知道我們最新癌症的治療方法 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天空不太做美的樂語 但也看到約了很多的觀眾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也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放橫燈片的儀器 大會政府就不是很批准 所以我們唯有在那裹著國安 和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環節我們最主要講講肛癌的 其實我也希望用一些最淺白的詞語 講解給大家聽 究竟是肛癌的成因 最新的治療方法 之後基本上我也很歡迎大家問問題 反而我覺得問題更加好 這樣可以直接交流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交流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 首先講講講義的一些 稍後大家就可以隨便發問 有些字可能很小的 不好意思 不過我都會儘量講到大家明白 首先我們講回香港的情況 光癌你看到第二個環燈片 光癌如果排十大癌症裡面 死亡率排第三位 在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那裏 2009年的數字就顯示 就有1488位男士及女士 因為肛癌而過生 這樣就佔全環燈症的百分比 大約是11.6% 粗死亡率就是佔所有癌症裡面 大約21% 應該是一個環燈症的病 還會射於肛癌 這樣這個數字都幾 都不少的都幾多這樣 所以都可以認清多些光癌的成因 診斷和治療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然後再細分 我們再把它分成男性和女性的 發病率和死亡率 我們看到如果說男性來說 它是排在第四位 即是左手邊那邊 發病率是排在第四位 2009年的數字就顯示 大約有1380多位的病人 在2009年被診斷患上光癌 而在2009年 大約有1072位病人的男士 因爲肛癌而過世 如果你說發病率 在男士來說 就屬於第四位的癌症 而在死亡率來說 它是屬於第二位 還更加高 僅次於肺癌 它比大腸癌還高 那就到女士了 女士第三種患症片 你看到女士是低一點的 基本上女士在2009年 大約有447位病人患上肛癌 它排在第八位 死亡率有416名女士 因爲肛癌在2009年過世 它排在癌症的第四位 僅次於肺癌 大腸癌和乳癌 基本上數字都不是少的 如果你說統括來說 就是肛癌都是屬於十大癌症的第三位 那你見到下一個表 就是我們近年這15年的趨勢 就是肛癌的病發的趨勢 那你見到其實那四條線 包括男和女 男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女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其實你見到大小的趨勢 這十年裏面都是慢慢慢慢地減少 不論是發病率和死亡率 那爲什麽會這樣呢 稍後我會和大家講一講 但是現在的趨勢 基本上都是發病率和死亡率 都是慢慢慢慢地改善的 下一頁 我們講一個成因和危機因素 就是第六代幻燈片 那你見到肛癌的主要成因 或者危機因素 什麽叫危機因素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有這個因素的話 或者有這個成因的話 那你患上肛癌的機會 比起一些沒有這些成因 或者沒有這些病的人是維高的 那最主要就是有四大的成因 第一個成因就是月形肝炎 或者我們叫做月肝 那這個其實在香港還是很普遍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或者之前可能港姐 或者潘教授都講過 就是月形肝炎或月肝 和幻想肝炎是有很大直接的關係 那看一下不同的國家的數字 基本上有些國家 或者地區的研究就是 如果你本身是有月形肝炎大肚的話 幻想肝炎的機會 比起一些沒有帶有月形肝炎病毒的人 是高一百倍 或者甚至甚至更加高 那視乎一個地區去做的研究 那就是說 這個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危機因素 如果本身是你患上月肝的話 那就會高很高的機會 不會患上肝炎的 但是慶幸的就是香港自從1988年開始 就為所有香港出生的新生嬰兒 都注射月肝炎免疫針這樣 共注射通常三次 基本上注射月肝炎之後 基本上在終身的免疫情況 基本上差不多達到百分之九十幾 甚至一百 就是說注射了之後 基本上你這一世都沒有疫苗了 所以基本上 剛才我解釋過 就是現在那個發病的趨勢 這十五年的發病趨勢就越來越少了 其實很有賴 當年政府驅行 這個新生嬰兒所有都要接受 羽形肝炎的免疫針這個做法 就令到羽形肝炎的患者就越來越少了 就從而可以減少這個羽形肝炎病化的機會 另外一個危機因素就是 丙型肝炎病毒性肝炎都很多種的 就是甲型 月型 丙型 丁型 霧型 基本上另外一個危機因素就是丙型肝炎 丙型肝炎是怎樣傳染的呢 基本上是經血液接觸 或者性接觸傳播開去的 暫時來說 在現今來說 就沒有一種好好對付 防範或者預防丙型肝炎的免疫針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肥免血液接觸 當然不能共用針筒 但是一種社交日常活動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第二個危機因素 就是如果患上丙型肝炎的話 都是會有機會增加患肝炎的機會的 第三 大家都清楚 瘀酒就是喝得多酒 我不是說普通 譬如喝紅酒 或者普通喜慶祥 少許酒都會增加患上肝炎的機會 是講一些長期瘀酒的病人 就是喝很多不論啤酒 烈酒 白蘭地 威士忌那些 如果長期經常喝酒的話 是會增加肝的負擔 因為大家都知道 酒精是要經過肝去分解的 如果長期令到肝增加負擔的話 就會有機會引致 所謂肝硬化的現象 肝硬化之後就會引發肝硬化 就會引發肝硬化 第四 比較少見的就是黃菊梅素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什麼呢 譬如你把麵包放在一段時間 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你不理會它 它就會發毛 發毛的毒素就是黃菊梅素 其實是一些增菌所產生的毒素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不吃發毛麵 不吃一些發毛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有這個黃菊梅素的機會 就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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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現今香港的社會 基本上大家的生活質素 或者衛生都大大改善 所以如果因為吃了黃菊梅素 而引發肝硬化的機會 基本上是很少很少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 我想大家都在報章 或者暫時或者電視 都看到我們現在大家都想 世代無肝硬 肝硬 是月形肝硬 所以始終都是月形肝硬 是一個最大的危機因素 就是會令到我們大大增加 幻想肝硬的機會 我們知道那個危機因素的成因 那我們之後的下一步 就是怎樣可以作出一個 最好的診斷 診斷沒有幻想肝硬呢 在這個幻冬片沒有說的 其實基本上我想說的是 肝硬的徵作是什麼 因為有些人都想知道 究竟肝硬的徵作是什麼 那你有那個徵作 你才會警惕自己 是沒有幻想肝硬的 肝硬在哪個位置 大家都知道了 當然是右上腹 很簡單 但是其實呢 去到中間 即是中線那條肝硬的位置 其實都是有肝硬的 尤其是左邊的肝硬 都會剛剛在中線那個位置 通常肝硬最常變的徵作是什麼呢 通常最常人都知道 就是臉黃或者黃膽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肝 就不能排出一些膽紅素 或者黃膽素 令到它積聚在身體裡面 從而就會令到皮膚面黃 眼白會變黃 小便會深圈茶色 好像抱起茶色那樣 大便淡色那樣 那這個就是最常見的徵作 但是通常如果發現這個徵作 都可以這樣說是比較後期一些 或者中後期一些的肝硬 因為本身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肝可以這樣說 我們生出來是有多的 就是多餘 為什麼我們可以捐個肝 或者捐一部分肝 給親屬啊 或者其他人士 就是因為本身我們 就是生出來一個成年人的 可以切一部分肝出來 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而我們自己的身體 都不會受影響 那就是換句話來說呢 如果等到真的黃膽素出現 或者令到他人黃膽的時候 就是說基本上 大約有80%的肝已經受損害了 我們的肝 正方來的肝 不足以可以應付日常的需要 或者不足以可以排出一些 黃膽素出來的 這樣就令到人面黃 就是說如果真的發現黃膽的時候 其實可以這樣說 都是屬於比較中期一些 甚至比較後期一些的症狀 另外一個症狀呢 就是肚脹、腹脹 因為當肝功能開始慢慢衰退的時候 我們的肝就不可以分解毒素 之餘 亦都令到一個我們叫門靜物 就是一條血管 一條靜物的壓力上升 令到壓力上升的話 就有機會那些血就去不了肝 從而會積在腹腔裡面 我們的肚裡面 形成腹水 就是有肚水 簡單來說 這個也是代表肝的功能開始慢慢衰退 這個就是另一個比較常見的症狀 第三個症狀就是右上腹痛 右上腹痛 因為肝大的話 就會開始刺激神經事業 就會開始痛 但是也可以這樣說 通常如果你發現右上腹痛的時候 通常都是說肝腫已經去到某一個程度的大小 可以說是中 甚至後期一些的癌症 因為本身肝在肝裡面 裡面的細胞是沒有神經線在旁邊的 或者一個小型或者一個早期的肝硬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症狀 它去到某一個階段 某一個尺寸的程度 它才會漲大到刺激到周圍 包著肝周圍的神經線 令它腹痛 所以如果真的有腹痛的話 可以說是比較屬於中後期的症狀 基本上這三個就是常見的症狀 另外一些比較少見的症狀 就是可能人的胃口變差了 瘦了 有些人勞於無故發燒 但又不是過通傷風感冒 那些病毒感染 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發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就一定要及早求疑 因為通常來說 如果有這些症狀 代表比較嚴重一些的疾病 那說完症狀 接著我們說怎樣去做檢測 或者檢查 那我們當然要抽血 而什麼就是驗全血圖 什麼叫全血圖 簡單來說就是驗白血球 紅血球 血小白 這樣就看看有沒有貧血 因為癌症 不一定是肝癌的 因為我們本身都叫做一個長期病患 這個身體就會有機會 令到血小了紅血球 就是我們叫做貧血 但這個都不是常見的症狀 但當然我們通常都會驗一下全血圖 因為這是最簡單的檢查 另外當然要驗血就是驗肝功能 肝功能是什麼來的 可能之前講者都講過 我們最主要是鋼酵素 因為鋼是酵素的 它的酵素其實很重要 是幫我們分解一些毒素 如果鋼酵素上升 代表肝功能開始差 另外就是可以驗什麼呢 在鋼酵素的地方 在鋼酵裡面有一個叫膽白質 因為肝是製造膽白質的 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如果膽白質減少 也可以反映到肝功能是慢慢差 當然要驗膽紅素 我們叫黃膽素 因為黃膽素的膽紅素上升 代表肝功能又慢慢差 這個就是肝功能 另外還有驗什麼 我經常驗一個叫凝血指數 凝血指數是什麼呢 本身這些凝血指數 簡單來說 讓我們介損受傷口的話 除了血小板重要之外 凝血指數也可以幫助我們止血 這些凝血指數本身都是光去製造出來的 是由我們的光作製造出來的 如果我們的凝血指數是不理想的話 也代表我們的光功能正在慢慢衰退 最主要驗這件事 另外就是驗體系 譬如本身你自己是不知道 有沒有乳型肝炎大菌者 或者是丙型肝炎大菌者的話 我們都要驗乳型肝炎這個血清的指數 或者是血清測試 丙型肝炎的血清測試 看看自己本身是否患上了乳型肝炎 或者丙型肝炎 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的癌指數 其實很多種癌症都有癌指數 肝炎都有癌指數 我們稱為甲胎蛋白 簡稱為AFP 這個甲胎蛋白 基本上都可以反映到肝炎的情況 如果是癌指數越來越高 也可以反映到那個病是否正在差 當然有些肝炎的癌指數是永遠都不升的 就是那個AFP 甲胎蛋白可以永遠都不升 當然如果是升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檢測的作用 看看我們將來做了治療之後 那個癌指數會否下降 另外當然我們要做一些素描的檢查 簡單的素描就是 例如超聲波 超聲波 大家都知道 他用病人塗上一些啫喱 然後用探索 做一個簡單的超聲波檢查 好處就是他沒有輻射 以及都很快 但不好處就是 準確性沒有那麼理想 但也可以看到那個檢測的肝炎 有沒有一些突然其來的不同的異物 或者一些硬化 這是一個簡單的檢查 另外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較準確的素描 例如我們叫做電腦素描 這叫做CT scan電腦素描 要打顯影劑 打顯影劑在劍館裡面 就可以比較準確地檢測到 肝炎裡面有沒有腫瘤 有沒有一些異常的東西 基本上如果說診斷光能的話 基本上這個都一定要做的檢查 就是電腦素描一定要做的檢查 另外就是現在有些新的診斷方法 有些新的素描方法 叫做正電子電腦素描 正電子電腦素描 尤其是有些 大家未必各個位都知道 什麼叫正電子電腦素描 或者我用一分鐘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都是一個素描的其中一個方法 它是什麼呢 它是打一些放射性的物質 進去血管裡面 那些放射性物質 通常是一些譬如葡萄糖 或者一些容易被光吸收的物質 當這些物質 譬如葡萄糖 或者一些專給光吸收的物質 去到血裡面 它大部分都會被光吸收 因為本身帶有些放射性 我們做一個素描的時候 專程偵測這些放射性 如果在光的位置 發現這些放射性 真的突然間增高的話 代表那個位置很活躍 很活躍 即是可以代表 基本上那個光 會有機會患上癌症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準確的檢查 當然暫時來說 在政府醫院層面來說 暫時沒有這個服務 通常都是私家 醫院才有這個服務 當然收費比較貴 但是我希望將來 這個技術越來越好 或者政府可以給多些資源 去買一些新的機器的時候 就可以幫到更多的 公立醫院的病人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 檢查或者檢查 需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治療 治療 基本上 早中期的 潘教授 或者在座各位 之前有留意潘教授的 講座的話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一個早期的光能 基本上 做手術 切除 完全切除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因為那個成功率 沒有高達八成 甚至更高的以上 但是譬如有些病人 更加好的 譬如種得很小 但是他未必切除 其實可以做到光移植 即是滿光的人來說 當然滿光的風險比較高 因為第一 我們又要找一個 合適的捐贈者 第二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 吻合的測試 看看會不會有排斥的情況 第三 就是光移植之後 因為本身那個器官 都是一個外來的人士 捐給你的 我們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藥 減少我們身體 對那個 受那個光的排斥 但是這個成功率 都很高的 基本上也有文件 就是在座教授講 成功率八成 所以如果是早期的腫瘤 基本上 治療肝癌最佳的辦法 就是做切除手術或者護肝 如果是一些比較 中後期或後期小小的治療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想大家可能有些 聽過的叫做打大腿針 打大腿針只是一個 俗語一點的說法 它正式的學名叫做 動物化學生失業法 動物化學生失業法 我簡單可以講講什麼 或者風教授也講過了 在大腿那裡 通常是右邊或左邊大腿 都沒有所謂 插一個導管 到動物道 即是大血管 然後沿著大血管 或者大動物 就上到肝的動物那裡 我們看到肝動物 因為肝癌的癌症 肝癌的癌細胞 通常是肝動物去供應血液 去肝癌的癌細胞裡面 我們當那個導管 去到肝動物之後 我們可以打一些 油性的東西 又或者是打一些 化療 即是抗癌藥物 下去那條肝動物那裡 從而呢 第一 因為那些油性的東西 可以堵塞了血管 是的 堵塞了血管 即是切斷那個 供應血液 那個 供應腫瘤的血管 那個血液供應 令到肝癌細胞 沒有血液供應 從而自己會壞死 這樣 另一方面 也可以打一些 抗癌的物質 即是化療藥 直接打到肝動物道 就可以做一個 可以叫做近距離的高劑 或者高濃度的化學治療 是的 因為如果 你傳統打到普通血管 它不是不行 但是成效就會很低 因為基本上 那些 藥 那些化療藥 基本上是全身走的 去到肝血管 或者肝癌的時候 其實那個 濃度已經少了很多 如果你可以直接 將這些藥 打到供應 那個腫瘤的血管裡面 那個成效就會高很多 通常這個治療 基本上 公立醫院都可以做 基本上全香港公立醫院都可以做 這樣 那些成效就因人異議 視乎那個腫瘤大小 有沒有侵蝕到其他組織 或者器官 通常都是說 大約是三四成 或者四五成的成效 那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打大腿針 第二個做法 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 打一些酒精 或者是火酒 進去那個腫瘤的附近 或者直接打進去腫瘤裡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酒精都是毒性 就是對癌細不容易 它是有毒的東西 都是抗癌藥 我們可以用一個超聲波 就是做一個超聲波的掃明 看到光的癌症 就是癌細胞在那裡 我們就打一些酒精 進去 從而做一個近距離的治療 去殺死腫瘤 這是第二個做法 第三個做法 就是比較新的做法 叫做射痕消融法 Brain new frequency deflation 什麼叫射痕消融法 簡單來說 就是 我們通常要先做一個超聲波 看看腫瘤在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放一個很細小的儀器 進去腫瘤附近 通常腫瘤最大 只可以是50米 就是大過50米的話 基本上 做射痕消融法 成效就不太理想 通常是一個比較小的腫瘤 就是大約一個布林 或者一個西梅不大的尺寸的腫瘤 放一個儀器之後 放出一些射瘤 放出一些射瘤 你可以簡單來說 做一些微波 令到腫瘤的位置附近加熱 加熱到大約42度 43度 45度 因為我們本身 癌細胞和正常細胞一樣 它要生長或者生存 都要一些蛋白質 如果我們將那個位置 加熱到大約43度 45度 的話 那些蛋白質就會爛 就會分解 當蛋白質分解的時候 癌細胞也生存不到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近距離的治療 就是做一個射痕消融法 將腫瘤加熱到某一個溫度 從而令到蛋白質就開始分解 分裂 令到癌細胞死亡 這個情況也好 剛才我講過 如果那個腫瘤是小過50米的話 有些醫學文件也講過 或者一般教授也講過 就是成功的都會把腫瘤更加高 這是第三個方法 第四個方法也是 香港大學 或者是風教授陸外科那邊的同事 都做很多的 我們叫做 高強度聚焦消聲波 下一章會講到的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跟剛才我講的 射痕消融法合都類似的 只不過它是高強度聚焦 即是在體外發出消聲波 然後去到體內的腫瘤的時候 那些超聲波就會聚焦到腫瘤的點 或者那個東西 令到那個位置 直接加熱到大約60度 攝氏60度 更加好 更加可以令到蛋白質分解 但是從而令到肝和癌細胞壞死 這些剛才我講的全部幾樣 基本上都是一些 我們叫做局部的治療方法 或者針對性的治療方法 就是專門集中對付 那一顆的癌細胞 或者那一顆的癌細胞 然後還有其他方法 譬如標靶治療 標靶治療 即是吸一些標靶藥物 進去身體裏 標靶治療 為什麼會對肝癌有幫助呢 因為肝癌的癌細胞 都會有一些基因特別 那些標靶的療法 即標靶藥物 它是可以令到那個藥 黏住它的癌細胞 令到癌細胞 不會分裂 不會生長 又或者釋放一些物質 或者阻止一些物質 供應血液去肝癌 從而令到那個癌細胞 就壞死 或者死亡 最後就是放射治療 我們叫電療 下一章就是講 高能力聚焦超聲波 剛才我說過 基本上 它那個 超聲波可以聚焦 去到腫瘤的某一點 或附近的範圍 加熱到60度 令到蛋白質壞死 從而殺死癌細胞 都是一樣 適合於小過50米的腫瘤 八性病人 就是我們香港大學研究 我是科程師的研究 就是可以 八性病人 做到這個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後 就那個腫瘤就可以消失 或者死亡 那 就 酒精那個 我剛才說了 直接把酒精進去那個腫瘤 動物化學 三、七年級 我剛才說過 就是打大腿針 射屏消融法 就是我們 早期一點的超聲波做法 就是 加熱到42、43度 令到癌細胞的蛋白質壞死 最後一個就是 講一些比較耐心的療法 那個選擇性體內方寫的資料 比較長一點的名字 我會講長一點的 這個是比較新的做法 大約是五至十年左右的做法 就是慢慢開始應用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跟打大腿針類似的 剛才我講過 如果打大腿針的話 首先我們就要 找到一條大腿內側的動物 沿著那條動物上 找到大血管 大動物 然後就找到 我們那個 供應肝臟血液 那條肝動物 剛才我講過 如果是大腿針的話 我們就會打一些油性的東西 堵塞血管 又或者打一些化療藥 去做一個近距離的化學治療 化療 這個新的做法是什麼呢 其實 比起一個更加進一步 先中的就是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 那條血管 找到一條肝動物 接著我們打一些 叫做月九十微球體 月九十是什麼 月九十是一些 叫做放射性的同位素 都是放射性物質 那本身這個月九十 當它黏住了微球體之後 當我們打進去的時候 發生什麼奇怪的效應 或者奇妙的效應 就是因為 月九十微球體的尺寸是很細很細很細 細到多細呢 你可以看下一個圖 大約是三十至三十五的毫米 什麼叫做三十至三十五毫米呢 假設我當這三格是一毫米 當然這裡大於一毫米 這三格正方塊的尺寸是一毫米 那三十至三十五毫米 即是多少呢 大約是這裡的一百萬分之一 一百萬分之一 即是很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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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正正差不多等於 那條肝動物的直徑 剛剛差不多等於那條肝動物的直徑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們打這些微球體 在肝動物裡面 就剛剛可以塞住那條肝動物 剛剛好塞住那條肝動物 塞住了就可以 堵塞血液供應 但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這些微球體 它黏住了這個月九十的放射同位素 當這些月九十的微球體 黏住了 即是堵塞那條血管的時候 它同時又可以做一個近距離的放射治療 因為這些月九十是釋放一些 叫做Veta射線 它是可以做一個近距離的放射治療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是一石二鳥 即是又可以堵塞血管之一 也可以做一個近距離的放射治療 下面那幅圖也說過 就是那些微球體 剛剛那個size做到的 等於那條肝動物的直徑 這個方法是可以幫些什麼病人呢 幫一些不適合做手術 不適合打大鼻針 或者試過打大鼻針 失敗過 或者不適合做肝臟移植護肝手術的病人 其實這個經驗 我們鄉大學或者馬鈴院 都開始慢慢累積得越來越成熟 而且現在最新就是一個好的消息就是 如果某一類病人 它是符合資格的話 基本上這個月九十的選擇性 在內放射治療 是不用付錢的 是政府可以爆的 因為以前來說 如果它不符合 以前來說政府沒有資助計劃 基本上如果自己付錢 都挺貴的 因為做一次是要六萬五千至七萬元 因為那些月九十微球體 是要由澳洲那裡做完之後 立即運運 乘飛機運來香港 然後第二天就立即打 因為那些月九十微球 不能放很久 因為它會慢慢衰退 因為那些是放射性物質 它放在空氣上 或者你不用它 它就會慢慢衰退 就像我們去年復導核事故 那些核輻射會慢慢衰退 這些月九十微球體都一樣 它都會慢慢衰退 所以就立即做 所以比較貴 但是如果譬如有一些肛癌的病人 譬如它的腫瘡大過百零米 或者它黏住了一些很重要的血管 我們叫做抹植物 基本上如果它符合資格的話 我們香港的醫管部都會 直接有全數的資助 這樣就可以幫到病人 這個成效 在醫學文件記載 也有說大約是四至五成的成效 也有個別的例子 其實也不是個別 也有約肛的例子 就是原本一開始是做不到 切除肛手術 或者做不到無肛 當打完這些選擇性的 月九十微球體之後 腫的縮小到可以切到腫瘤 也可以換到肛 所以其實基本上它都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輔助性的療法 去幫助病人 就是令到腫瘡縮 從而可以做到一個 傳遇的治療 最後剛才我所說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譬如一些 真是患上比較後期一些的癌症 譬如我們叫晚期一些的癌症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在外的放射治療 就是我們減清了跌療 就是令到那個肛去細一點 從而令到病人的痛苦減少 因為剛才我所說 當瘤越來越大的時候 一個病人會痛 會漲著 雖然它們可能 都未必可以做 有一個傳遇的治療 一個根治性的治療 但是都希望 我們可以做一個電療 或者一個放射治療 令到那個肛的縮小 亦都可以減少病人的痛苦 大致上我今天所說的 我都想留一些時間 給大家討論一下 或者發問的問題 多謝各位先生 謝謝 謝謝李教授 幫我們對於肝癌 有這麼長時間 再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教授 教授 你好 我有三個問題 好 第一個我想問一下 剛才就說 如果瘤型肝炎 就是大菌者 就會好 如果瘤型肝炎 那個叫做抗體 那是否就OK OK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 首先我們在說 譬如瘤型肝炎的大菌者 我們常常說 Surface Antigen 就是表面的抗原 是呈陽性的話 這個病人 就代表是幻想瘤型肝炎 但如果 譬如這位女士所說 抗體的話 其實基本上 是一個好事 是一個好事 代表你已經 產生了足夠的免疫能力 基本上 可以這麼說 譬如那個人士 是有抗體的話 或者表面抗體的話 基本上他就不會有機會 患上瘤型肝炎 這樣 抗體是因為曾經 曾經感染過瘤型肝炎 而自己產生過抗體的 其實有兩個原因 可以這麼說 最大的原因 基本上可能是 現在這個年代的話 基本上因為 之前接受過免疫針 就是打過瘤型肝炎的免疫針 是的 或者防疫針 自己就會令身體 產生一個天然的抗體 就是自己產生抗體 那些就是 因為打完疫針之後 而產生抗體 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你講得對的 是對的 譬如是一些 真的患上瘤型肝炎 但是他自己的身體就很好 他可以真的有一個能力 去清除所有的瘤型肝炎病毒 那他都會產生抗體的 是的 但這個就佔很少數 很少數 通常絕大部分 如果真的不要感染瘤型肝炎病毒的話 超過百成的病人 或者看看每一個地區 之後都會變成長期的瘤型肝炎病毒 但是只有很少數很少的病毒 他的抵抗能力真的很好 他可以足以清除所有的瘤型肝炎病毒的話 他都有機會產生抗體 是否過月癌肝炎病毒的病毒 其實就算應該要打三個病毒 通常是 但是不是就算打了三個病毒 都不是永久可以防疫的 基本上 如果是說全世界的大研究 通常 譬如你一出生 就像香港那樣 新生肺炎病毒 打那個免疫病毒 打三個病毒 都有人做過研究 基本上 就是終身免疫的病毒 八成以上 甚至九成以上 當然有些人 他自己的身體免疫系統 是作出不了反應的 都是不會產生抗體的 那些人可能會再補打一針 也不一定 或者真的可能 如果補打一針也不行的話 就可能要小心一點 不要接觸 血液接觸病人 或者性接觸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大長大了 才打那個肝炎針 是否那個情況 跟小朋友 就是嬰兒打的不同 有些人做過研究 是的 你說得對的 如果真的出生 一開始打 那個成果是高一點的 如果大人才打 是低一點的 是低一點的 是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要再補打針 如果真的 剛才我說真的 沒有產生抗體 那就要自己小心一點 那抗體是不會 隨著時間會減的 不會的 其實會減的 因為當你不用的時候 它會減的 但是當你譬如 不幸運 接觸到乙型肝炎病毒 它的身體自動就會產生 就會很快 很短時間 就會增加抗體 就會消滅到病原 換句話說 我們就算打完三針 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 譬如半年之後 再抽血 是的 是的 通常說得對 是的 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是否有個情況 如果肝是有血管瘤 有沒有擔憂 如果你真的說血管瘤 我們醫學上叫做卸命主 那就是血管瘤 其實就不用擔憂 是的 基本上是良性的 它雖然叫做瘤 其實它不是真的瘤 你可以叫做血管畸形 它真的不是 很像我們那些 脂肪瘤 或者纖維瘤 或者良性的瘤 那些是不需要理會的 因為那些是不會染病成癌症的 那它自己會不會爆的 通常來說是不會爆的 通常來說是不會爆的 除非你真的硬弄爆它 或者撞倒它 不會長大的 不會長大的 它會變大一點 所以這些基本上 坦白說它不會侵蝕 它不會破散 但是它會大的 如果真的去到某一個尺寸程度的時候 可能醫生都會建議 你會不會考慮做手術切除它 但是通常 一般來說 絕大部分的情況 血管瘤都不需要切除 是的 還有很多人 基本上可能 你照先生說你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都會有這些 血管瘤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 都不會有徵作 就是它跟肝的健康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直接關係的 它可以附帶在任何器官 是的 血管瘤都不一定在肝上 是的 就是任何器官它都可能附帶了 是的 沒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不病 通常成因不病 通常成因不病 好 謝謝 肝病是否可以傳染的 例如吃個 用筷子那些 用筷子 嗯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 你說肝病 應該說月形肝炎 或者丙形肝炎 或者病毒性的肝炎 因為肝癌是不會傳染的 就是癌症是不會傳染的 就算是經血液 也不會傳染的 基本上 你說肝病 應該是病毒性的肝炎 正確沒錯 正所謂它叫病毒性的肝炎 因為它是一些感染 它是可以傳染的 通常 譬如月形肝炎 或者丙形肝炎 最常見的傳染方法是血液接觸 血液接觸 譬如有些人 暴動針痛 或者輸血 或者性接觸 基本上這個是三個最常見的傳染方法 你說口水或者共用筷子 基本上是機會是很微 事實上 理論上是的 我們口水裏面 都有一些很微量很微量很微量的 乳形肝炎病毒 或者丙形肝炎病毒 但是基本上 如果有同伐食物 機會是很微很微很微的 你的肝炎病毒 有肝炎病毒 即是肝炎病毒 即是肝炎病毒 如果醫生說 每一年都要去檢查一下 在你的肝炎病毒 在你的肝炎病毒 是 是 肝炎病毒 是否和肝炎病毒 有相應 如果你說CIS 我們中文叫做水浪 肝臟的水浪 或者狼腫性的一塊東西 跟剛才這位女士說的 血管浪是兩樣東西 但是都是一樣 它是良性的東西 它是良性的東西 但是良性的東西 都會大的 都有機會會大的 通常一般來說 都不用理它的 通常都不用理它的 但是我也同意 如果譬如有位醫生 你會嚴照一次肝炎病毒 我覺得是值得去做的 起碼都想知道 究竟這塊水浪 或者狼腫性的物質 有沒有大度 如果真的大到某一個尺寸 可能醫生會建議你 不如做個手術切除它 簡單來說 那個情況類似 或者我們比例 例如女性的子宮肌腦 它本身都是良性的 但是我們都要建議病人 起碼都做一次 超性波 看看究竟子宮肌腦有沒有大 如果真的大 或者影響到他的常生活 我們都可能不考慮 建議去切除它 但是基本上是良性的 它也不會變成惡性 也不會變成癌性 醫生的請問 是 剛才你所說 有某些針 打下去 全息了那個血管 然後供養營養 不能給石花 沒錯 都不會供養不到 它 問得好 這條問題真的問得非常好 我們有兩個做法 剛剛我們傳統的做法 叫做打大腿針 打大腿針 叫做動物化學生失療法 基本上 剛才我所說的 是打一些油性的物質 或者打化療藥 直接去乾凍物 因為乾凍物就是供應 腫瘤的血管 另一個新的做法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月九十微球體 那個選擇性的體內放射治療 兩個做法 其實這個原理 都同出一次 就是希望堵塞血管之餘 也可以做一些近距離的治療 打化學療法 就是打化療藥 打微球 就是打放射性 或者做近距離的電療 你說得對 會不會有機會 都堵塞 供應正常肝臟細胞的血管 是會的 理論上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做這些檢查前 我們首先 就要做一個 叫肝動物血管造影檢查 剛才我沒有說 因為我怕影響大家發問的時間 首先一開始要做一個 叫肝動物血管造影檢查 類似什麼呢 類似比如 一些人心臟病 通波仔 我們都要 拆一條道管 去到那個 那個叫肝臟動物 就是心臟的肝臟動物 看看那個 動物的走勢是怎樣 如果是做這些 堵塞靈化的一樣 我們首先要知道 那個肝動物的走勢是怎樣 古會呢 那條肝動物 正如你所說 除了供應血液去腫瘤之外 亦都供應血液去正常的肝 所以通常 我們做一個 導管機檢查的時候 我們那條導管 會去到好入 好入 去到真的 因為肝動物 之後會再分支 因為肝動物都是一條大血管 它會再分支 去到 有些只是供應血液去腫瘤 有些只是供應血液去正常的肝細胞 那我們的放射科 他們會看得很清楚 知道那個血管 是供應血液去腫瘤 還是供應血液去正常的細胞 那我們如果真的可以分離到那條血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之後就打那些放射性物質 即是微球體也好 又或者是油性也好 或者是一些化療藥也好 那就真是希望可以 只要選擇性抗生血管 所以為什麼 那個治療方法 叫做選擇性的體內放射治療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呢 譬如有些病人 正如你所說 我們真的分離不了那條血管的話 那就坦白說 它就未必可以 適合做這種治療 所以呢 通常我剛才說 就是做這個治療之前 一定要做這個叫做 肝動物血管造影檢查 嗯 教授呢 我相信你 我對醫學沒有什麼認識 一般聽說 嗯 就是用目測的方法 用健康而免現這個黃 特別要幫老師 他怎麼決定 什麼橫絲和絲黃呢 OK 就是對於我們一般外學 我們觀察 嗯嗯嗯 OK 可以教我們嗎 噢好 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其實基本上大家都 我們都想盡量舉辦多些講座 希望普遍的市民大眾 都可以認識多些醫學 那樣 就剛才你說了 就是黃膽是怎麼為之黃色呢 我們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的教授都告訴我 怎麼為之黃色 因為坦白說 譬如有些人 血脂高 脂肪高 臉都會黃黃 尤其是眼睛都會黃黃 因為那些是脂肪積聚的 脂肪本身都是黃黃色的 但是它和黃膽最大的分別就是 基本上我讀書的時候 有教授告訴我哪些黃膽呢 檸檬那些黃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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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像是黃膽多些 檸檬那些黃色 尤其是我們看是看眼把 就是不可以只看皮膚的 不可以只看皮膚 因為大家知道 雖然我們大家是黃種人 但是黃種人 有些都會白一點 有些黑一點 有些黃一點 所以如果單憑看皮膚 是不準確的 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說醫學上知識 就要看眼把 真的看眼把 對 對 對 或者向上 就是看眼把的上面 對 所以那些黃色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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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如果說很早期的黃膽 即是 的病 不一定是肝癌的 肝炎都可以是黃膽的 通常是淺 淺的好像檸檬那些黃色 是 但是當然如果 如果那個黃膽數 積積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更深色一點 但是 當然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的話 很坦白的 我們也建議你盡快去看醫生 因為醫生就是一個 最好的 專業的人 或者一個 人士 可以 偵測得到 那樣的黃膽 而且當你越來越黃的時候 除了眼把黃 或者皮膚黃 之後 那些小便都會開始會深色 通常是說深色到什麼程度呢 深色到什麼程度 好像普里茶色那些程度 不是普通 譬如你飲少水 即那天沒有飲水 或者飲少水 令到小便濃一點 深色一點 或者 渴色一點 因為如果真的黃膽的問題 令到你小便深色 即是無論你喝多少水 喝多少水都可以 它都是深色的 另外方面就是 大便會淡色 即不是說我們平時 一般啡色或者黃色 是一些很淺色很淺色的 譬如灰灰的 那樣的色 那應該 如果要有一個程度 深色的 在眼裡 發現先 或者是皮膚先 或者是大小便那邊先 即是由淺入深 我覺得 基本上 一個公眾人士 普通的人 通常看到的 通常看到的 都是眼包會黃一點 比較難看到 是因為 皮膚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穿衣服 譬如 譬如家人見到你 基本上看到你的臉 或者手 腳都未必見得到 除非你自己 真的很留意自己 譬如 沐浴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 見得到自己多些 但如果你說 由一個朋友 或者親戚 或者家人 看到你 通常看到你的臉 手的地方 比較難的 偵測得到 除非你自己 經常都很留意 自己的身體狀況 即是 看看自己的眼霸 洗臉的時候 看自己的眼霸 留意自己的膚色 留意自己的小便 大便 但通常 當病人求醫的時候 通常 都是趕自己的眼霸 開始變黃先 有紅色 那你剛才說的 皮膚變黃 是在臉部 還是身體上 其實都是全身的 因為黃膽 不會只積聚在臉部 是的 即是那些膽黄素 基本上是可以 即是 基本上那些膽黄素 其實是在血管裡面 是的 在血液裡面 那你都知道 血液是離處不在 整個身體裡面 所以 不會只是在一個地方 某一個部分 某一個位置 才會見到黃色 基本上全身都是黃色 我有一個悶悶的請求 有這個機會 發生會由你 汪 威 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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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樣會比較難一點 這個燈光有限 但是我想 會不會很貪困呢 這樣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 譬如我們 完了之後 是的 我們安心了 完了之後 是的 即是你說的 完了之後 我都不介意 就是完了之後 因為會阻礙其他 那些問題 家母 還有我先生那個 他們兩個人 一個生日是寫在關 所以我自己的內心 一直都會有一個間契 明白 OK 但是我們之前 即完全沒有這個常識 是的 但是其他人一天 都會說 你為什麼到以前 才會注意這個問題 那些明明公和 你都不知道 但我真的沒有這種常識 明白 我都不介意 基本上 看看大家有沒有在座過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的 不要妨礙大家 是的 還有如果 譬如你剛才所說的 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想說 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話 其實都值得看看 你有沒有那些高危因素 譬如你本身有沒有 月形肝炎帶菌 或者丙形肝炎帶菌 這樣 因為你說 最常見的兩種高危因素 都是 月形肝炎 丙形肝炎 和淤酒 如果你真的有高危因素的話 其實基本上 越來越多的建議 都是 早點做一個篩選的檢查 譬如 抽血液 夾胎蛋白 就是癌紫素 和做超聲波 對 做超聲波照光 因為素描當然好 但是素描 第一 價錢比較貴 第二 就是 它始終有輻射 但如果是超聲波的話 基本上 都可以 至少 絕大部分的光 都可以篩選到 究竟有沒有不正常的義物 就是這樣 素描 素描 我們簡單地叫做CT CT scan 是的 就是電腦素描 醫生 我想問一下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抽光組織 是不是最準確的炎光 那個科法 如果你說說 光癌 我不是說光主要 是說光癌 光癌 就是我們原發的地方癌 就是光癌 基本上 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基本上 都不抽光組織的 都不抽光組織的 兩個原因 一就是 電腦素描 現在的技術 都可以很準確 分別到 它是光癌 還是光轉移 光轉移 就是什麼呢 譬如說 另一個地方有癌症 轉移了去光癌 這叫擴散了去光 我們叫光轉移 那為什麼帶菌者 要抽光組織呢 帶菌者和抽組織 是兩樣東西 但是那次發現 是要抽血 抽血驗下 其中一個 抽血其實 看看月光的病毒指數高不高 因為如果月光病毒指數高 就是月光的DNA 那個遺傳物質高的話 其實基本上 現在的趨勢建議 都是要吃一些 抑制原型肝炎病毒的藥 是的 從前提及 水溝是什麼物質 水溝 水溝其實是良性的東西 基本上 在電腦掃描 或者超聲波 其實都可以幾準確分辨到 是良性的 水溝 都是成因不明的 都是成因不明 是的 基本上你不照氣 其實你是不知道的 是的 像神也有 我斷尿的 沒有醫療回來 抱歉 如果有肝炎病 有沒有填尿的 你所指的肝病是什麼病 就是大品的 如果是月型肝炎 或者丙型肝炎 基本上就沒有一個根治性的療法 就是我們剩下的填尿的醫治方法 但是基本上我們有很好的藥物 可以抑制月型肝炎病毒的指數 就是終身大品 是的 好 這位 這位 這類的肝炎病毒 是可以用過程 7月的肝炎病毒 就是有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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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體的症狀 最簡單就是抽血 抽血 抽血就知道了 基本上很坦白 市面 就是政府或是私家的發驗所 都有這個檢查 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很便宜的 是的 可以 絕對可以 家庭的醫生 絕對可以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沒有 我再一次多謝李嘉賊和我們分享 好 我們一起有請我們來香港大學三會 有請 謝謝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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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